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评论》 以色列宣布击败哈马斯领导人申雅尔 震撼中东局势 申雅尔的死会为加沙战争带来转机 但更多挑战 内塔利亚湖政府面临国际社会停火呼吁 和国内右翼支持延续战争的双重压力 以色列的下部应该如何抉择 这场持续了一年的战争 是否即将出现新的局面 我们一起看看详情 当地时间10月17日 以色列方面表示 义军在位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一次行动里 打死了哈马斯领导人申雅尔 以色列发布了现场短片和图片去造证 截战目前哈马斯方面未有置评 申雅尔死亡不是加沙战争的结束 而是结束的开始 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湖发布商与短片声明 向哈马斯、加沙平民和以色列民众发表讲话 讲到新亚尔死亡不是加沙战争的结束 而是结束的开始 还要求哈马斯要立刻放下武器投降 如果哈马斯放下武器 释放人质 战争明天就可以结束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 以色列面临严峻的选择 究竟是宣布胜利还是继续战斗 美国总统拜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纷纷发声 施压以色列要将新亚尔的死亡 是视作关键胜利 从而重启加沙祸谈 但这个提议一定不会受到 以色列国内右翼联盟的欢迎 右翼联盟认为只有军事手段 才能解决恐怖主义 根据以色列时报路透社和半岛电视台的报导 奈塔尼阿湖在X平台发布声明表示 新亚尔的死是加沙人最终摆脱哈马斯暴政的机会 他就说哈马斯将不会再统治加沙 奈塔尼阿湖要对哈马斯说 你们的领导人正在逃跑 哈马斯将会被消灭 奈塔尼阿湖指出 新亚尔的死将会向 以色列国内外的批评人士表明 为什么他的政府要坚持 继续对哈马斯进行长达一年的战争 以及之前为什么不顾及来自美国等国际社会的压力 执意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奈塔尼阿湖将新亚尔的死称为重要时刻 但同时指出 这个不代表战争的结束 而是战争结束的开始 他说这场战争明天就可以结束 如果哈马斯放下武器 释放以色列的人质 战争就可以结束 在声明里 奈塔尼阿湖对加沙平民和哈马斯成员喊话 表示 新亚尔毁了你们的生活 同时表示 以色列将会保证 如果马上放下武器和释放人质 以色列将会允许哈马斯的成员继续活下去 另外 奈塔尼阿湖继续将矛头对准伊朗 以及伊朗领导的抵抗之湖 他将抵抗之湖称为邪恶续心 奈塔尼阿湖表示 在加沙、贝鲁德、在整个地区的街道上 黑暗正在消退 光明正在升起 奈塔尼阿湖要求哈马斯成员投降的呼吁 得到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回应 加兰特就说 新瓦尔的死都是向加沙居民发出的明确资讯 这一个被加沙带来灾难和死亡的人 这一个令你们因为他们杀戮行为而受苦的人 他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现在是走出去释放人质 举手投降的时候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 就向全球几十位外交部长发出消息说 新瓦尔的死是以色列在军事和道义上得到的伟大成就 也是整个自由世界对抗伊朗领导的 激进伊斯兰邪恶续心的胜利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声明 把新瓦尔称为烈士 赞颂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身处于战场 面对敌人 而不是像伊拉克前领导人撒达姆 在2003年被捕的时候 恨求美军不要杀死他 声明强调 新瓦尔将会成为青年和儿童的榜样 他们将沿着他的道路走向巴勒斯坦解放 在当地时间17日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布联合声明 初步报告显示 义军在加沙拉法的军事行动中 打死了三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其中可能包括新瓦尔 17日稍后时间 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KAN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表示新瓦尔已被义军打死 英国天空新闻台阿拉伯与频道 也援引了一名五角大楼人士的话 表示新瓦尔在拉法一次交火中被打死 以色列安全官员透露 因为新瓦尔曾经被以色列关押 以色列掌握了新瓦尔的DNA资料 方便确认他的身份 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表示 初步DNA检测显示死者就是新瓦尔 根据以色列时报公布的细节 以色列军队这次军事行动不是针对新瓦尔 在当时 以色列军队的部队在拉法一座建筑物的底层 向一群战斗人员开火 还对一栋建筑物发动了袭击 导致建筑物部份倒塌 当士兵进入建筑物时 才发现三名死者 有一个人看起来非常似新瓦尔 这一点 其后得到了加兰特和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哈勒维的证实 哈勒维说 义军没有提前得到新瓦尔在那里的情报 但以色列军队士兵的专业精神 决心、准确的识别和意识 导致了新瓦尔的死亡 报道说 在进行DNA和其他测试之后 以色列最终确认死者遗体确实属于新瓦尔 新瓦尔是哈马斯旗下安全机构的主要创办人 2017年开始就成为哈马斯在加沙地大的领导人 被以色列视为是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主谋之一 在今年8月6日 哈马斯就发表声明说 新瓦尔成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接替7月31日在伊朗境内被暗杀身亡的哈利亚 现在全球最关注的话题 是谁将接替新瓦尔成为下一任哈马斯的领导人 英国《维捕》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认为 新瓦尔的弟弟49岁的穆罕默德可能是人选之一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上个月曾经告诉CNN 在哈马斯军事部门首领大夫7月13日死于 以色列军队空袭后 穆罕默德成为哈马斯新一任的军事指挥官 在17日义军发言人哈加里就新瓦尔的死发表了声明 当中有提到穆罕默德 他说目前以色列正在积极搜寻穆罕默德和所有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新瓦尔死亡的消息传出后 立即引起全球触目 华尔街日报表示 新瓦尔死后 以色列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华尔街日报认为 新瓦尔的死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 是宣洩情绪的时刻 对哈马斯来说反而是沉重的打击 而奈塔尼阿湖需要在宣布胜利 还是继续战斗这两个选项里作出选择 他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到加沙冲突的走向 加沙人治的命运 以色列紧张的全球关系 和他本人的命运 目前奈塔尼阿湖已经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 拜登政府要求以色列 将新瓦尔的死视为关键时刻 重启陷入僵局的停火谈判 但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是不会受到以色列政府右翼联盟 和众多选民的欢迎 同一日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麗 在一场竞选活动中表示 这一刻让我们有机会最终结束加沙战争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记者 新瓦尔虽然不是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的唯一障碍 但它是最大的障碍之一 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国希望在捉紧的新机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 美国希望借这个机会重启谈判 还说新瓦尔曾经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 米勒说很明显这个障碍已经消除了 虽然无法预测新瓦尔的继任人会否同意停火 但这个确实消除了近几个月来 达成停火协议的主要障碍 相反以色列极右翼人士在新瓦尔死后 更加鼓吹要继续战争 其中以色列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德里克 以及国安部长本格维尔 呼吁以色列军队要加大对加沙地大的军事压力 驳斥美国有关新瓦尔的死 为结束战争提供机会的观点 斯莫德里克和本格维尔表示 以色列正在证明军事手段可以解决恐怖主义 华尔加日报缓引民调数据表示 如果以色列今天举行大选 内塔利亚湖可能在选举中落败 但它在以色列右翼选民中的支持率稳步回升 部分原因是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真主党 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打击 前内塔利亚湖国家安全顾问 美国智夫、美国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员 阿米特罗尔表示 新瓦尔的死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事件 但这不是意味着以色列现在可以结束战争 阿米特罗尔说对以色列来说 这表明以色列军队继续在加沙斯加军事压力的战略有效 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